得了最佳金马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 卡农夺的观众票选奖和菲比锡奖 而这也是金马史上第一次 两个奖都让同一部电影包办 从一个球员然后突然要来被抓来演戏这样 其实是一个 抓来演戏的这么做 是一个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 不只入围最佳新演员大人们的曹佑宁 美光灯更聚焦 一席深V礼服亮相的桂轮美 小鹿性感很有准影后的架势 我自己非常荣幸跟这个剧组一起 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冬天 一起创作了一部很美好的电影 肤色小礼服的徐伟宁则放话 今天星光大道的红毯会穿得更性感 金马奖倒数前的入围酒会女星珍艳 提前为红地毯暖身 金马最大的亮点陈建冰 一个人就以两部片入围金马 包括导演 男配角奖等五项大奖十分风光 一方面希望就是我的电影能够拿这个男配角奖 另外一方面我又希望我个人拿这个男配角奖 陈建冰入围的男配角 还要跟吴梦达 戴利仁 金世杰等硬底子的演员比演技 而好久不见的吴梦达达书也感动地说 观众没有忘记他 觉得观众还没有把我忘掉 我都拍了几十年 还有很多观众还是关心我 特别最近都传我什么心脏病那一大堆的 不是传 确实是有心脏病 金马奖开奖前夕的入围酒会 从演员到导演都很大咖 现在就等金管接下降落谁家 GTV新闻最后报道